各位,我们今天继续制造来讲第二章工程材料的性质 晶体结构 结晶的定义 原子排列成规则有序的结构,形成晶体 晶体有金属晶体跟非金属的晶体 晶体的缺陷就是影响材料的机械性能 如点缺陷,线缺陷,还有面缺陷 材料的物理性质,密度,溶点和废点 导电性还有导热性 材料的机械性质有强度,韧性,硬度,弹度和素性 工程材料,我们金属材料会分成铁金属材料跟非铁金属材料 那非金属材料又分成聚合物,陶瓷跟复合材料 那 各位我们看一下 好,密度就是材料质量和体积的比值 影响材料的重量和强度 熔点和废点就是材料从固态转变成液态或气态的温度 决定了材料的耐热性能 导电性就是传导电流的能力 导热性就是传导热量的能力 好 那有一些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工程材料有讲过了 就不太需要再讲 那我们今天就要这边结束,谢谢大家 我们下发了很多您的esta 有许多还没睡觉 您要say